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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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Sir說你也不懂 不過你不懂也要扮明 因為妖Sir是老頂 別這麼偏激, 查案有很多種方法 有時候比較虛心 聽別人的意見也沒有壞, 是嗎? 我一向都很虛心, 是不虛偽 我們是警官 警官 等等… 妖Sir, 你說叫我下檔案 怎麼離開帖子? 走, 有點風度吧 風這個男人? 幫他拿吧 是, 女主 蜘蛹 聽不懂, 聽不懂, 你搞什麼? 好, 測試完畢 聽不懂, 聽不懂, 你搞什麼? 是, 你好, 測試完畢 好, 看完兩條影片, 大家看到什麼? 看到那隻饅頭烏鷹那麼好 終來, 終去, 終去, 終去… 你老命, 肥呀肥呀, 減肥呀 有什麼? 除了死者的電梯較少人, 我們的電梯較多人 還有阿瑞來打到人產人的混亂情況之外 我不覺得是什麼特別 我覺得死者和林維生是認識的 Phoenix, 說到一個重點 真的認識嗎? 不僅認識, 還很熟 Madam, 怎麼看的? 沒有, 就是看了兩段影片之後 再看了那個企法 就硬是覺得他們認識的 信不信直覺? 直覺是一個人的學識 再加上經驗累積得出來的判斷力 有時候也挺準的 Phoenix, 你剛才也判斷得很準 你可以多點利用你的直覺 我們先說到這裡 根據研究, 當一個人去到陌生環境的時候 為了找尋安全感, 他們會靠長期 那就對了, 林維生和女四者 就靠長期吧 但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 Edward Ho曾經說過 他說人與人之間有四種空間距離 第一種, 公眾距離 可以達到360厘米那麼遠 第二種, 社交距離 大概是由120厘米到360厘米 就像我們隔著桌子的距離 第三種, 個人距離 即是個人距離 是由45厘米到120厘米 好像新手碰到對方 雖然是認識的, 但沒有特別關係 而像林維生所說 他不認識死者的話 就應該好像我們在升降機 進升降機, 大家很自然佔一個角落 安全得來 可以保持最大的距離空間 就像剛才張警司進升降機的時候 阿希和阿炒粉都很自然地向後站 除了基於禮貌上讓多些位置 給人站之外 他們也下意識想跟不熟的人保持距離 保護自己的個人距離 剛好, 烏鷹要進升降機 他給了一個很好的示範給我們 就是他一進來 很自然地走在比較熟悉的人身邊 而阿希也沒有抗拒他 入侵他的個人距離 我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林維生是認識死者 因為他們大家旗的距離 已經入心了大家的個人距離 不止, 烏鷹 剛才我走得這麼近, 你有什麼感覺 不用怕, 照說 剛才是做實驗而已 我就是想要你的真實感受 剛才阿Yuizam突然走得這麼近 我有點緊張 還有有一種好像被人冒犯的感覺 Edward Hor所說的最後一種距離 就是intimate distance 親密距離 是從45厘米到零距離 又會是親人、很熟悉的朋友 情侶和夫妻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就是你剛才入侵了烏鷹的親密距離 所以令我這麼警告 心情和血打都立刻飆升 除非兩個人的關係很親密 要不然一個陌生人 入侵了你的親密距離 你就會有一種敵對和被侵犯的感覺 林衛生和女死者已經突破了她們的個人距離 去到親密距離 林衛生有老婆 女死者是她秘密情人, 搞婚外情 那也未必是什麼情人 但你看看女死者垂頭爽氣 可能她不舒服 站在左邊不小心不為意站近了她 如果女死者不為意站近了她 那林衛生應該會站開 這是很自然的反應 我們留意一下女死者的眼神 她好像有話想跟林衛生說 但林衛生立刻看上閉路電視 告訴死者, 這裡有監察 小心有人看到 於是女死者就很無奈 就像你這樣靠在一旁 說得有此理 可能是巧合的 林衛生剛剛擔天望地地想法呢 也可以是巧合的 但是女死者雙腳已經出賣了 她們有親密關係 女死者, 教授 我這次去美國讀這個課程 其中有一課 是由一個很資深的FBI探員 教授我們 她整課只說人的一雙腳 她說我們的腳 是比我們身體任何一個部分更加誠實 人在正常的情況下 會雙腳站直 這樣是用來保持平衡的 但是交叉腳這樣站 是表示旁邊有一個人很信賴 你覺得很自在, 很安全 你才會這樣站 就像我在升降機 你們幾個都不會這樣站 因為你們正在上班 而且聽著我噴口水 還有, 交叉腳這樣站 她身體偏向一邊 也有說對那邊的人有偏愛 女死者在親密距離之中 不僅交叉腳這樣站 她身體還偏向林維生 就是說他們的關係很親密 他還很喜歡林維生 所以我很肯定 林維生在說謊 他們兩個一定是一個 不可告人的秘密 跟著有幾天 這裡林維生也順利上班下班 你把東西找到你了 你當自己是港幣 有什麼東西找到你 吃東西了 我們跟著鑼維生很多天 他除了上班、下班之外,就只是回家 就算連放家也只陪著他婆婆和兒子 老實的人,會否搞分外情? 老實就是表面 男人有很多事情你沒想到 如果因為他外表老實 而說他不會搞分外情 我覺得這個說法很無奪 我只是說說而已 Phoenix,你好像有這麼容易發 沒有,自從妖Sir提醒了我 說林維生好像克林頓 說謊的時候 視線和手指的方向不一致 我開始留意有很多人說謊的時候 眼神雖然很誠懇 但是手指永遠只向另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看東西不能太表面 好,那我們就不要這麼表面 深入查一下林維生 跟他的下屬談談,好嗎? 是,Sir… 我是浦浦高財務部的副經理 是直接按照林經理的 不知道兩位有什麼想問呢? 你們部門跟梁思敏熟不熟嗎? 跟Annie嗎?不算熟 那你覺得林經理跟梁思敏熟不熟 他們接觸多不多? 其實我們財務部和採購部 接觸不多 只是每季的第一個星期 跟無公司開禮會的時候 才會碰面 就在這間房間而已 而Annie入職公司大約半年左右 也只開過兩次會 如果你問我 我就不覺得林經理跟他熟了 你們平時也會用的嗎? 內部開會就不會 但每季的一個例會 因為要跟武公司那邊一起開會 所以就會用視像會議 還會錄下來做紀錄 我是想借有梁思敏出席的視像會議紀錄 好,沒問題 你覺得當事實在有任職嗎? 我選擇他,你覺得他很嚴謊 你覺得他很嚴謊 給他當作業,他覺得甚麼 而且他很嚴謊 他們真的覺得他很棒 這也真是很棒 他就是會想做 還忍不住望向女死者呢? 他不僅望向女死者 女死者還望向林維生 起廠房的數字 其實與女死者無關坐在購物的事 但女死者一聽到這件事 會有這樣的反應? 看來他們真是有警惡 林維生一定有事隱瞞 而且跟這筆數有關 女死者也知道這件事 Phoenix,你再深入調查林維生 特別他的財政狀況 是,Sir 來,走 怎麼樣?媽媽 忙得忘記了嗎? 我記得,弄好手朵我就會過來 今天誰最好手氣? 你沒什麼茶,跟你們添一點 不茶就不用添了,有點餓 媽媽,不要打這隻,打頭 快點吧 我什麼時候都相信你有眼光 就打這隻 確實還沒到 好啊,那你就隨便叫碗麵 先撐住一下吧 你看,我Kelvin在銀行這麼忙 都這麼早來了 怎麼你學生這麼不給面子 那倒是 我手葉一早來就幫你打點東西 手葉,幫媽媽看日打哪兒 是 鮑魚那裡過兩天再有時間 聊些細節吧 大熊桃的生意重要一點 麻雀仔自己搞定它 又是,來,吃飯吧 青一世吃絕樑 兒子,你真是眼光了 反正都是叫烏 大排吃絕樑,那不肯無懷 就這樣說吧 是 媽媽,剛才有事嗎? 現在沒事了 小生意已經過了 學生到底來還是不來 四圈打完了,想餓我嗎? 媽媽,先幫我們叫四碗海藥衣麵 好,來… 不用了,二姑媽 每次吃完海藥衣麵 都說飽飽滾滾滾 不如留在肚子吃廁就好了 媽媽,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在招呼客人 如果不說,我以為大伯娘會欺負你 當然不是,媽媽自己不打而已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吧? 你媽媽說最重要是開心 她生日你遲到 我只是為了拿一份禮物給媽媽 媽媽,你看喜不喜歡 生日快樂 金售套真是很漂亮 娘到爆炸,腸都爆炸,大哥 媽媽,祝你年年有金日,碎碎有金招 你看兒子多孝順 兒子,怎麼花這麼多錢? 又不用替兒子心痛 這些包金售套,不用太多錢 什麼包金?很聚首 實心是足金,伯娘 伯娘? 現在的金價一兩萬元一兩 伯娘就算不算手工,也有八萬元 是真的嗎?拿我來看看吧 什麼不是真的? 兩件錢的訂單 算手工一兩百萬三千元 你真開心,有兒子這麼孝順 真是,這麼矜貴的金售套 當然是夾著Crystal一起送的 不,她來也分手了 Crystal這麼好女生,你也給她票嗎? 對,斯文大方有才有貌 我還沒看到她有這麼好的女生 今天你媽媽生日,應該帶她一起禮 弄得你媽媽現在有錢也吃不下了 吃得下…牌子都攤凍了 記住打牌子吧… 大哥,我有一首《萬惡人為首》 你聽聽,我會聽她 要不是媽媽生日,我真的不想再見到她 怎麼有一首歌叫《萬惡人為首》 今天悶悶的,阿嫻,唱首歌來聽聽 今天是你生日,唱你的首本名曲 大家高興一下 好…我找回拍檔黎孫姐 你慢走 很開心 也感到我可以說 明天氣,歡迎… 我悶悶的,阿嫻… 在學校… 阿嫻, ganhar有寂,很穩定 …你為甚麼… 大小小受到你的… 說不是,你會有甚麼都那一聲 帶我招待你 你會有甚麼人 他拍檔… 還有人,他的… 來了… 你們會想找他 我現在… 在學校… 你覺得… 你這四嫂真是唱得不錯 比外面的大老官還好 有多好, 廟街唱大而已 外街邊而已 你猜踩到台板上到紅館呢? 一叫她, 她就能上去唱 經常說曲不離口專業 穿染賣腸, 同友情始終有座同友 入了我們程家這麼久 還沒學到做上等人 進來了 修行, 學心 這裡就是你們家的 少康, 他就是你們說的母子 那個弟弟哥真是挺可愛的 你做生意這麼久 平時被人找殯找得多 這次總算是精明一遍 買一送一, 省下十年米飯錢 多看得慘了 大哥, 學生真的很乖 看過, 學生真的這麼乖 你看, 金箔屁, 摸一摸就哭了 你不要這麼大力才行 來…三姑媽, 召我回來了 你看, 我小孩子的臉皮乾 很薄一點, 媽媽就全都紅了 還痛不痛? 不痛 謝謝… 我會說… 你看, 這樣… 我會忘記了 謝謝… 謝謝… 是你媽媽和我精心挑選的高高力 你當我還是小朋友嗎? 每次見你看看舊照片 我都知道你當然想一些不開心的事 我怎麼可以不用舊子來哄你 來, 吃得高高力, 我的心就很大力 是真的嗎? 不開心的事還想來幹什麼? 最重要是現在開心 叔叔真是臨時時 經常被大伯娘姑媽搓圓禁點 一顆糯米池 但是最重要是他疼我們兩個兒子 生了妹妹之後就臭了整個好字 也不知恨死了多少人 知道嗎?幸福不是這麼容易得到的 真的要捱過很多風浪 最重要是識福 我明白, 如果不想一些舊的事 又怎會覺得現在幸福呢? 你也做一顆, 好嗎? 也對吧?亦虎絲甜, 有道理 還是那句話, 我是男人 有什麼事我會受不了 你和妹妹, 享福吧 甜得入心, 兒子 那去哪兒找你? 不知道 喂?二姑奶嗎? 好啊…再見 怎麼樣?和二姑媽聊電話 為何要繞個圈繞到那裡呢? 電話耍耍耍, 收得不好 不知道為什麼, 沒電了 什麼事? 沒事, 約喝茶而已 真的這麼簡單? 挺複雜的, 你來不來? 背脊骨落的, 請我也不來 好啊, 請坐 英家姐, 不好意思, 你來遲了 二姑奶 怎麼這麼遲?還不坐? 拿了錢來沒有? 有… 不過不好意思, 二姑奶 我們閒錢不多, 只有五十萬而已 叫你們投資一百萬, 只有五十萬? 計算這麼多, 入場費也不夠了 你們也是的 帽子這麼大就無謂戴這麼大帽 既然沒錢, 昨天擺什麼授煙 也是想請親朋戚友 開心心聚聚聚聚 不好意思, 二姑奶, 幫不了你 什麼幫我? 一向來都是我幫你們的 這次是名億你們的 有金也不會收拾 我也免得教聰你 我約了Kelvin, 我先走了 二姑奶… 你們是嗎? 你們是嗎? 我們是西九龍蟲岸組 什麼事? 你應該知道 李先生公司有同事死了 我們循例上來問問 進來吧 好, 坐 謝謝 在那邊坐 林太太, 你習慣了在室內也戴太陽眼鏡 我的眼睛有點爬光, 要保護一下 對了, 你們有什麼想問? 想請問一下林太太 會瞇死小子梁斯文嗎? 我不認識這個人 也沒聽過這個名字 有沒有聽過他的英文名, Annie 李先生有沒有向你提及過? 他公司的事我從來都不會理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你們找到來這裡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聽你先生公司的同事說 你先生跟他有不尋常的關係 你自己有沒有聽過? 但是公司肯定有很多閒言閒語 這些事我是不會理的 你指的閒言閒語是什麼? 我老公很疼我, 我們很恩愛 我們一家三口很幸福 他每個月出糧 八成的糧都會給我做家人 一有時間就會陪我和兒子 這麼好的老公, 我是絕對信任的 他公司能說什麼? 我不想知道, 也不想理 沒人可以破壞我們兩個的關係 林太太 不好意思, 我約了人 你們問完了是不是? 我… 我們問完了, 謝謝, 走了 Phoenix, 你怎麼看? 林太太好像很幸福似的 我不覺得 為什麼? 幸福的福婦我記得少 不幸福的我見得多 真的幸福的, 不用說別人也感覺到 這麼刻意推銷自己的恩愛 就幸福也有限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在家裡戴上大褲太陽眼鏡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老公虐待過 總之他們夫妻之間一定有問題 你對夫妻關係的見解挺深的 那你呢?你行不幸福嗎? 不錯, 沒事 有什麼事? 喂? Yu Sir, 我們準備好了 會廿四小時吊著林為生的老婆 好的 好 我們帶著林為生的老婆去商場 她逛的時候就回家了 期間沒有打電話, 也不像約翠 擺明她不允許我們問下去 看來她有很多事隱瞞我們 林為生的情況如何? 可以查到林為生有投資的習慣 想要還多大 大家手上有一份 就是林為生的投資紀錄 在十月初, 林為生投資失利 虧了二百多萬 但在十月十五日 就有三百萬進入投資的戶口 當時的月薪只有五萬元 月入五萬, 無緣無故有幾百萬田頭 你說認識人能似, 還是家裡很有名? 我們檢查過林為生層樓還在供 老婆沒有工作 兩個人都不是來自有錢的家庭 也沒有中過樂運財 那錢從哪裡來? 會不會是他們公司 在越南投資興廠房的項目有關? 你的意思是私自流行工庫? 有這樣的可能 但一段時間 林為生的母公司一直都在吹交這筆帳 而梁思敏死後第三天 林為生已經可以交齊 越南項目的項目 我們還查到梁思敏 月入只得三萬元 但整個層樓都是名牌衣、手袋、鞋 會不會是林為生賣給她的呢? 但根據林為生老婆所說 林為生每個月出錢都會把錢交給老婆 那林為生怎麼會有這麼多錢呢? 很可能在這段時間 她拿公司的數目去炒股票 同時也跟梁思敏搞分外情 會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沒有公司吹交數的時候 林為生忍不住, 看著梁思敏一眼? 就是因為擔心不淺 而梁思敏也知道林為生所做過的事 所以她也有這麼緊張的反應 找她回來好好聊聊天 我不是說了我不認識那個女死者嗎? 她的死跟我無關 為什麼還要來問我? 林先生 這裡是你近半年的投資紀錄 最近你好像不見過很多錢 我賺多少、虧多少 這是我自己的事 在十月十五天 你的戶口有一筆不明耐力的資金傳入 我問朋友借的 誰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在十月二十六天 你們沒有公司催你們部門 交出越南項目的那筆帳 你交不出 很明顯你是拿了公司的錢 去填你投資虧了的錢, 是嗎? 你們是重案組 又不是商業罪案調查科 怎麼查我的投資紀錄? 我們懷疑你來用公款 之後把錢花在梁思敏身上 我都說了我不認識這個女人 梁思敏不是花了你很多錢 然後他還逼你跟老婆離婚 之後還要威脅你 說要爆你努用公款的秘密出來 神經病, 沒這種事 這張照片 是你們跟母公司 開視像會議的時候寫出來的 那又如何? 如果按照你所說 你又沒有努用公款 以後不認識女死者的話 為什麼當時母公司 向你追討越南項目的帳號 你會有這麼害怕的反應? 然後你還看向女死者 女死者同樣 也很怕地看回你 為什麼? 你不用騙我了 你的腳已經出賣了你 你知道森林裡一般普通的動物 遇到老虎會怎麼樣嗎? 就像你現在這樣 刻呆了和想逃走 你現在雙手按著膝蓋 移動了腳的重心 是想逃走的自然反應你 你騙不了我 不如說真話還好 是, 我是跟Annie在一起 我隱容這件事 因為我不想讓我老婆知道 我不想失去家 但是她的死真的跟我無關 她後來很多男人 黏著這麼轉不止我一個 你就去查她們吧 你又去我家問我老婆 現在又來問我 究竟你想怎麼樣? 有證據就拘捕我吧 我們真的有證據 法醫那邊 在梁斯敏的指甲裡面 發現了不屬於她的皮膚組織 懷疑她是跟兇手糾纏的時候 所留下的 我們現在想抽一些你的組織 來驗DNA 很快就會知道結果 林先生, 麻煩你張開口 我們法證部的同事 現在會幫你拿一些 口腔的組織去做法醫 林先生, 麻煩你 大家留意一下 她的手有微震 以及在大腿上塗 其實她是想拆掉手心的汗 以及用手的觸摸去鎮靜自己 但在心理學上來說 這種是極度緊張的表現 當然不是殺人兇手 也嚇到飆汗 來, 麻煩了 好, 你只是縮嗎? 我整個問話過程中 雖然她害怕 但是她並沒有手心出汗 直到Phoenix說有證據 要檢驗DNA的時候 她就表現出真正的害怕 她這麼怕檢驗DNA 是因為殺梁斯敏的真兇就是她? 我們要24小時, 接著林維新 好… 日梁斯敏, 回來, 最年不要陪我打電話 日梁斯敏, 今天很累 Bobby, 你給爸爸休息一下 你自己回去房間做官房, 好嗎? 乖… 你今天是同事打電話給我告訴我 你被警察請回協助調查 你沒事吧? 沒事 你不用騙我了,你是否有事瞞著我 你是否認識那個姓梁的女人? 記住我 來吧 老婆,上了的士了 那你小心點,到機場打給我 好 司機,去機場不是走那邊嗎? 老公 你? 我這麼急,林先生 不如先去警察坐吧 你怎麼走那麼急? 我想去台灣玩幾天而已 去玩看見我們這些手足也不用跳車 報告已經出了 在死者左手指甲裡面發現的皮膚組織 跟你的DNA完全混合 你知道報告一出,你就跑不掉 所以你要走 是你殺死梁斯文 你要哄她開心 你賣很多名牌給她 所以你虧空供款 但是她反而用這件事威脅你 要你跟老婆離婚 然後你跟她爭執,之後殺了她 其實你很後悔殺她 你剛才掩著眼睛 是你不想聽到這個事實 你的表情現在很難過,很傷心 證明你很喜歡死者 既然你這麼喜歡她,為什麼要殺她? 我沒有 你有,你半夜引她進入後巷 然後看見沒有人就掩著她的嘴 令她窒息致死 我沒有… 你有,你是有計劃,有如謀 蓄意殺害梁斯文 我沒有兩個殺她,是她逼我的 那天我和老婆在家裡 突然收到Annie的SMS 她說要替我攤牌 我去到酒吧外面 她就發瘋地衝過來問我 我打算怎樣了 是嗎?你又想怎樣了? 我不是想怎樣了,真的 你不娶我 別這樣了,你不… 我怕被人見到 你跟我來 沒辦法就拉她去後巷談吧 你跟我來吧 你說謊 你不是說我會和你老婆離婚娶我嗎? 你一直都是全身騙我 我曾經說過 但我老婆說如果我和你離婚 她就抱著她兒子一起死 你叫我怎麼樣? 你怎麼回事呢? 我都不知道你哪句真是哪句假 我不管 我說過今晚就是最有限期 你再不和我老婆離婚 我就把你壞掉出來 我規模本來都是為了你 要不然你洗腳不發腳 亂來洗腳亂來 又要買名牌又要最好享受 我一輩子弄得要炒股票 弄得現在周生不點 你騙得我快要瘋了 你用完所有手段了 你專門在公司那些狗狗追你 用來擊我嘛 是呀,我是敬你 就是這樣有用嗎? 你還是不肯公開我們的關係 又不肯和我老婆離婚 我知道你不開心 但我已經買了很多東西去哄你 你這樣還不滿足? 我是不滿足,我也不肯跟你再說 我現在數三聲 你再不和你老婆離婚的話 我就把這些壞事爆發出來 一、二、三 Angie,不要呀,Angie 放手呀,放手呀 我要告訴全世界 你用公司的照片去探股票 不要呀,被人知道我死了 閉嘴,閉嘴,閉嘴 別吵了,別吵了 閉嘴,閉嘴,閉嘴 這就是她毀傷我 但我真的沒想過殺她的 我只是不想她喊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們的事 我沒想過會被焗死她的 跟著呢 我看她暈在地上,沒有呼吸 我很害怕,所以我馬上走 但…我真的沒想過殺她的 沒想過殺她的 是 林 chatter來了 老公,究竟發生什麼事? 樂譜、叉叉林三陸室 是,Sir 為何會這樣? 我不應該跟Andy在一起 是我對不起你 你真的殺了他? 為何會這樣? 是這樣的, 今晚我怎麼辦? 我跟兒子怎麼辦? 以後你幫我好好照顧兒子 老公…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搞成這樣?老公 對不起, 老公, 總之是我對不起你 搞到今時今日, 還是我一手造成 曉Sir, 你真厲害 你說哪個兇手, 哪個就是 其實案件已經破了, 你還說什麼? 我不相信 是不是那幫警察誣你? 你不可以有事 我會請最好的律師幫你打破這案件 你不用幫我請律師 我真的有殺到人 我現在認了, 我的良心比一點好 你留點錢給兒子, 將來讀書更好 為何林太太會有這樣的表情? 這樣說, 總之你照做吧 是, Sir 我老公, 我會找最好的律師幫你 美林業 是 妖Sir說落形責任之後 可以讓林藝心保釋 謀殺去保釋嗎? 林太太, 你是不是穿九號鞋 你是不是知道穿九號鞋的高跟鞋 你是不是知道? 是公子, 你不讓人能保釋 那你能保釋 你買ền監, 知道嗎? 要買了, 在那裡 我最主角, 你放棄, 起床 你放棄, 來 你把我們都放棄 你放棄, 你放棄 我一放棄, 我很希望宜 我們發現了一個鞋印 是一個斗領跟高跟鞋的鞋印 正常來說 一個人不會讓人留著鞋印在頸巾上 除非他暈了或死了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很快就會明白 其實我一直留意 林太太你很喜歡穿斗領跟高跟鞋 法證方面比對過 在死者頸巾上的鞋印 無論是腳掌的受力程度 還是鞋爭的磨蝕方向 都跟這雙高跟鞋完全吻合 還有,我們驗過你的DNA 跟死者梁思敏右手指甲裡的皮膚組織 是完全吻合 就是說死者梁思敏 死前曾經跟你接觸過 你會不會認為你殺他? 其實你一直知道 你老公和梁思敏是有私情 你很討厭他們 你怎麼知道? 你一直想梁思敏死 也想把罪名交給你老公 你一定很奇怪,我連這一點也知道 其實是你的身體語言出賣了你 你剛才在走廊 是扮演一個很無辜的妻子 其實一直都扮得很好 直至你進了升降 Madame告訴我 你一聽到你老公 承認殺梁思敏的兇手 說這樣做是令他良心好過一點的時候 你突然鬆了後氣 好像解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正常來說,一個老婆聽到老公這麼說 她的反應會是傷心、激動、難過 甚至乎會暈倒 但絕對不會鬆一口氣 你這樣的表現 因為你已經找到一個待罪高揚 梁思敏搶你老公 你想他死,這個不難理解 但林衛生是你老公 為什麼你要嫁禍他? 他做了什麼令你這麼討厭他? 你呢? 是他們兩個害羞我這樣的 我恨死那個女人 梁思敏這種狐狸精 遲著自己後生有幾分知識 剛才說浮浮高沒多久 就勾引我老公 還經常打電話來招呼我 你人老朱王就別再遲著你老公了 我見過你 是呀,你的眼睛鬥視這麼小 又多了一班 拜託你去弄一下容 我任何生過你,又比你漂亮 你怎麼跟我爭? 我不奮氣,我不會輸給這個賤女人 我要比她漂亮,為了留著她老公 我真的去了弄容 弄一次不夠漂亮,我再弄 不斷弄,弄到最漂亮為止 但是越弄越差,原來自己也嚇倒了 自己也不想見到自己? 你怎麼回家帶著太陽眼鏡呢? 沒事 除了她 你不要… 你搞什麼?你很懂得學人家弄容? 你看看你,你弄成妖怪似的 你叫我怎麼對著你?我都沒問題 我做這麼多事,都是為了她 她竟然還嫌我醜,我很不甘心 我知道她把所有的錢都給她賤女人 就是因為她年輕比我漂亮 我,我很不奮氣 終於有一晚,那個賤女人又發了手機 我趁她去換心的時候 我就偷看她的內容 我知道那隻狐狸精又想玩 我很生氣,立刻偷偷跟著我老公 果然她真的去見狐狸精 他們進了後巷 於是,我今天他們進去 我聽到他們吵架 那個臭女人竟然為了狐狸精 虧空功夫 我很生氣 我真的想那隻狐狸精爆大 讓這隻狗男女可以一窩熟 我以為那個臭女人殺了狐狸精 誰知道她竟然死不去 她一天不死 我一天就不會有好日子過 不行,所以我親手殺了她,殺了她 我一天就不會有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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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自己殺了一隻狐狸精 我就純粹推走了, 焗死他 讓他們倆這樣對我 本來整件事, 天然在幫我 天然在幫我收緊這對狗男女 我真想不到, 竟然被你識穿 林美如女士 我們會落案控告你謀殺梁斯文 告我?告就告 那個賤女人打算和我鬥 最後贏那個不是我? 贏那個也是我, 是我 我贏了 大哥, 即是你憑那句鬥嶺爭 就破了一宗曲子來編殺案? 很驚訝 當然不是說一個鬥嶺爭 其實破案是說每一個實微的表情 每個相關語言 總之每個細節都是破案的關鍵 大哥, 我不明白 你不說清楚又怎會知道 不如你從頭到尾說一次聽吧 你問這麼多幹什麼? 猜猜猜猜猜?又發警察夢? 你答應過不做的 是嗎?繼續買東西, 當我屬於那樣 大哥, 是你說要報答我才買這麼多 我還沒買完 你拿著槍指著我, 我不放就走 看桌子吧 打劍… 打劍… 打劍 打劍 阿Sir, 剛才有幾個車 對著我開槍, 娶你這麼認識 在這裡等我 大哥… 劉大師兄 劉Sir… 我把筆抄下他 好 中間有四個傑匪 四個都是中國籍男子 有戴口罩和有槍 是 第一個, 穿黑色羽絨背心 灰色褲, 白色球鞋 第二個, 穿藍色外套 黑色褲, 黑色鞋 走去敵鐵方向 是 第三個, 穿黑色鴨嘴� 穿黑色鞋, 穿黑色褲, 向太子道方向走 第四個 穿 我看到大黑色鴨嘴帽 向太子道方向走的賊是穿橫色褲褲 穿迷彩外套, 穿黑色褲是第四個賊 他向街陷街方向走 小姐, 怎麼這麼肯定 不可能 我的大哥, 出名是超級健佬 既然力特強, 他沒理由坐 不是… 其他人可能有錯 但這位小姐絕對沒有錯 我把你找到你的路 就這樣用力逃避 一種眼神奇 實你已快樂 不靠著情報 我都可看得 假若罪行 誰在掩飾也好 心中患是有數 虛偽面雁無論壯得再好 偏偏欠協心度 這樣用力逃避 一種眼神奇 相信你已快乐 不靠着情报 你心虚我知道